大经国为什么能立国一百多年? 昏庸之君,也依然没有人敢抗其命令,早朝大臣们往往都要高呼,吴皇万岁万万岁,其实不然,历史上,大臣拜见帝王时说出的,都是圣公万福这四个字,可见,一朝之首,九五至尊之君是多么重要,自然要悉心呵护,不能让君主受到一点伤害,伤到皇帝,便是诸九族之罪。 但今天我们要讲述一个趣闻,一个皇帝曾被大臣们从龙椅上脱下来,重大了二十大半,事后还要赦免众臣无罪,这个人就是大经国皇帝金太宗完颜无奇迈,又叫完颜成,提起完颜无奇迈。 各位看官可能并不知道她是谁,但是,女真族首领阿古达,相信您一定有所耳闻,完颜阿古达统一了女真族,并在她的带领下面的聊。 而完颜无奇迈正是阿古达的弟弟,其人力大无穷,和李元爸有了一拼,闲时有意爱好,专喜欢跑去和狗熊打架。 而每次嫁后最惨的总是狗熊,完颜无奇迈和她的哥哥兄弟情深,在有名的在投医院事件中,阿古达作为部落的首领也应邀参加。 按例,应邀的每个部落首领都要跳舞助兴,让一位为首领大汉跳舞属实有羞辱之意。 但是,为了辽国皇帝高兴,首领们只得遵从,只有阿古达无论别人怎么劝说,去不跳舞,辽帝非常生气,他当场下令要杀掉阿古达,无奇买其中生旨,为保护哥哥,依随从身份当场表演了自己的拿手绝活,与群虎互斗,并将他们打翻在地。 辽地官后十分满意,开怀大笑,阿古达也因逃过了一劫,后来,阿古达起兵反辽,并且,在其建国之后,无奇买担任了按班伯吉列。 大家可能对这奥口的职位感到不解,伯吉列是在金国存在过,是其特有的领导机构,类似于我们如今的政治局常委, 而按班伯吉列其实就是帝位的接班人,相当于立朝的太子,阿古达皇位都准备传给他这个弟弟,可见对其的疼难。 而后,无奇买跟随阿古达东征西逃,又立下不少战功,深得阿古达信任,阿古达率领军队攻打辽国。 无奇买作首京城,从李朝政,1123年8月,金太祖完颜阿古达死,9月,无奇买成兄一致,接任地位,有记载。 历史上的无奇买貌似宋祖,有一个在北宋灭亡,十倍俘虏北去的汉人,在他北寿时,就亲见劝文之事,写成的深淫于忠。 在金太宗后记有一事说,完颜无奇买在金太祖朝时曾经担任使节初始汴京,其容貌与宋太祖的素像非常相似,回归主题。 那么,堂堂一位皇帝被人拖下去,打板又坐何解呢? 这就要说到大金国刚刚开国之时,此时,国库紧缺,就连皇宫也非大家想象中的富丽堂皇,只是简,简单单的修缮一下充当门面罢了。 不仅如此,金太祖还下令,英国库中的财务极其有限,包括自己在内,所有人不得擅自挪用国库,只有要领兵打仗犒劳军队充当粮草食才能动用。 如果有心存侥幸者不以为意,包括皇帝在内,不管是什么人都要被拖下去重大二十大棍,这一帖令到吴琴满即位还在一直遵从着,但是身为一国之君,的他还是不小心破了力,吴琴满心想,我这堂堂一国之主,住得破,堂堂一个皇宫被修得像土匪窝子一样,我忍了,穿得烂,没有忙好家身,但是, 我也好歹是个土匪头子,也能忍,但是,总不能喝的酒,都是带一股怪味的吧。 终有一天,吴琴满实在忍无可忍,一天深夜,他偷偷潜入了国库,随手一抓抓了一大把金银财宝,拿出去胡吃海盒了一顿,过足了嘴瘾,但是,谁料这件事被丞相清点国库时查了出来,当即通知了金昭的大臣詹喊, 沾喊着手调查此事,发现,竟然是他们的皇帝私自动用国库,但对于这件事情,这个人可并没有大使话小小事话了,他竟在第二天早朝上当,这所有大臣的面揭穿此事,群臣众议纷纷,吴琴满也一时下不来台了,最终,吴琴满被众臣从皇帝宝座上请了下来,打了二十大板。 而后,又小心翼翼地将其扶了上去,这件事才告一段落,众大臣心里也觉得殴打皇上有所不妥,齐齐磕头谢罪,事已到此,吴琴满也是无可奈何,只好忍着疼痛将是从端来的鸭精酒喝完,但是,他知道自己有错在先,又有先皇一命,哪里敢怪罪大臣吗? 只能笑嘻嘻地让他们平身,摸着自己的屁股心里骂着娘呢?因这件事之后,他也尝了教训,无论条件多么艰苦,都不再去打国库的注意了,吃着难吃的饭菜,住着破败的皇宫,直到终老,一生喜爱和雄虎护锤的无情买进, 因嘴馋被大臣们毒打了一顿,实在是,一件趣事,但是,我们也不得不承认,吴琴满并非是一位昏君,手下众臣们也并非贪婪附和直辈,这可能也是一个万蓝民族,能不断侵略我国国土,并能立国一百多年的原因之一吧? 一一五三年,天会十三年冬,完颜无喜买并适于上京,终年六十一岁,在位十三年,其实,早他生前本日未及子,但是,在遭到诸宗室,大臣的反对后,最终,不得已以金太祖长孙梁王完颜党人安班伯吉列未处四,仁领都元帅直,死后妙号太宗,世号文列皇帝, 参考资料,金史卷三本纪第三,松莫纪文,深吟与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